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一查还真都大部分都出自同一个外网假新闻账号 本来是一言假结果传到国内各种营销号一截图打个水印 看起来还真像那么回事还真有不少人信 再说Bilut讲的是什么 一个国家因为突然出现的墙被分成了三份 人家美国本来就五十多份 你这么一三等分直接把十几个州整团结了 还打啥呀直接享受和平盛世 总之不管真假我是不看好美版假问题式的 毕竟美版龙旗不和我胃口 最近的Power Rangers也就那样 即便是玩具做的也不如戴哥 要我说你们想翻拍就翻拍点什么01啊 Levis啊 石王啊 石王也翻拍不了 反正你就挑这种原剧也不咋地的 你一翻拍写一堆完全不一样的剧情 那比原版好不是太容易了 就算还是没做好 你也可以说是原版的问题 还能说还原原著是不是皆大欢喜 反正我是不会看就是了 好了话不多说 让我们来看看这周有什么资讯 假名骑士Giz和豹太狼针队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停播 为了填补空缺 官方也将Giz的一到九话在油管上限时免费播出 哦还有一天了 去年Levis停播官方也做出了类似的操作 不过限时更短 只有24小时 但当时观众们还是对Levis充满了期待 如今看到那时的消息 内心不禁五味杂陈 那么Levis已经是完结了 虽然很遗憾没有取得让大家满意的一个结果 但是我们的影迷在猪雀体育场的现场 四万一千名影迷 他们不离不弃的 陪伴着Levis走到了最后一秒 你对得起我们吗 你把他推钱 即将播出假名骑士Giz的篇章名为谋略 不知是不是代表着 大家一直以来期待的制斗篇终于开始了 而毕竟Nago和Bafa瞬间改人设的可能性也不大 新登场的四个角色 很有可能就是与吉胡制斗的对象 说不定每个人都藏着一个大秘密 比如Punk加克是外星人 比如白羊其实是女装 老爷子其实是老太太什么的 而回想起三年前 同样有一个篇章引起了大家的期待 那就是假面骑士01的商战 但当时很多人认为是高桥对商战不太了解 所以写的有点脱离现实 但他动脑子总会吧 期待未来的制斗篇能像假面骑士XA的《有梦的秘密篇》一样 将Giz带入一个大的高潮 顺便再带来几个表情包 假面骑士配件和横剑的外传即将播出 故事围绕假面骑士配件神代灵花 和同样志在保护世界的御守喜路易 准备结婚的故事 看这个演员表新郎八成是反派没跑了 但或许是为了防止剧透 预告中并没有透露过多的信息 比如客串的假面骑士大剑和剑斩会不会变身 配件和横剑有没有新形态都没有展示 很多观众惊呼 万代现在连换个色都懒得换了吗 值得注意的是机械战队全开者中 魔法弩的配音演员龚本玉牙也将真人客串出演 之前魔法弩就和配件共同出场过 虽然这次的外传再次和战队联动的可能性不大 但预告搞得这么神秘 也难说是不是憋了个大的 比如龚本玉牙是魔法弩变的什么的 毕竟距离上次假面骑士和超级战队联动 已经过去一年多了 就看制作方TTFC有没有那么大的权力了吧 期待这次能够多挣点大活 上周的德凯奥特曼讲述了因为招影的事情 TPU的局长纳伊盖鲁 亲自来到金银胜利队调查某星队长 由此引出了龙门队员 小时候被某星救下 因而立志加入金银胜利队的故事 本集以一个温馨的转折 回收了之前龙门的伏笔 也让龙门的角色塑造的越来越丰满 很多人甚至忘了 这个人就是个普通队员 跟山中一个级别的 队长 你是在做梦吗 但不知是不是篇幅的问题 一些观众觉得前期的调查似乎过于儿戏 和龙门回忆的剧情 衔接的也不是那么紧密 导致本集的观感有所下降 同时可能因为局长是条鱼 也做不出什么表情 导致人物塑造 纯靠台词 和晃来晃去 也没有给人很深刻的印象 最后的反转 虽说逻辑上还算合理 但还是令人感到有些突兀 期待下集能够 而不对下集是九泥十数 哦 所以是为了给特利加联动作缓冲啊 太有格局了 啊 太阳好晒啊 快用太阳镜剑 哎 太阳怎么黑了 黑日 太阳净剑 让你的眼前一片漆黑 哎 我手机了 上周德凯播出的时候 很多观众看到美特龙行人 都以为会是一集总集片 等看完十七集 发现不是总集片 观众们松了一口气 可是很快 又在下集预告发现 下周又是总集片 而且是不会引进的那种 加上总集片完了又是特利加联动 很多观众惊呼 这下整个十一月都不用看了 本台认为倒也没必要那么激进 万一能邂逅呢 毕竟十一月还是要好好珍惜 因为十二月可就是圣诞节了呀 上周 《假面骑士时亡》中奥拉的扮演者 甘野采夏 发布了和《假面骑士XA》的中 二期竞飞采的扮演者 赖户利树的结婚照 粉丝们一片哗然 仔细一看才发现 原来只是参演了一部综艺 值得注意的是 两个人都曾与《假面骑士》胜任的扮演者 《内藤秀一郎》扮演过情侣 这也太有意思了 你最喜欢哪位特色演员 最喜欢他们的非特色作品还是什么 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一起讨论 每周五时就要进行过期特色积蓄 和时查试 我们下期再见